留下巨额遗产的八位明星 赵忠祥十亿不给妻儿 第一位 吴孟达 达叔的三七五子 每月开销高达百万 所以他只留下了五千万的遗产 这些遗产一半归于现任妻子 另一半则分给五个儿女 第二位 张国荣 张国荣留下的四亿遗产 一半由唐赫德继承 另一半则分给了兄弟姐妹 但没想到半路冒出来了一个自称是张国荣干儿子的人 争夺遗产 真是为了钱连脸面都不要了 第三位 梅艳芳 梅艳芳的遗产据说有上亿之多 他生前将遗产委托给信托基金 每月支付每母七万元当生活费 等每母去世后 就将剩余的钱捐给妙境佛学会 但没想到梅母此后 为了争夺全部遗产上演了多番闹剧 第四位 李勇 李勇是观众非常喜爱的主持人 可惜的是因为癌症不幸去世 当他患上癌症之时 知道自己无法陪伴女儿长大 所以就把两亿资产都留给了女儿 希望女儿能无忧无虑地长大 第五位 李勇阳 李勇阳将拍戏得来的收入 大部分捐给了难民营 而在临终前 他直接把自己捐得干干净净 名下没有剩一分钱财产 第六位 何鸿燊 何鸿燊旗下企业控制的资产 据说超过5000亿元 虽然他在生前已经立好了遗嘱 但在他去世后 仍引起了一场遗产风波 第七位 沈殿霞 沈殿霞因为患癌离世 留下了6000万的遗产 深知女儿花钱大手大奖 消费起来毫无节制 因此他将遗产交给了信托管理 遗嘱规定女儿 要35岁才能继承这笔遗产 第八位 赵忠祥 赵忠祥生前酷爱收藏和投资 留下了近10亿元的资产 而这些遗产他的妻儿 一分都没有得到 全部被他留给了最心爱的孙子 你想不想继承巨额遗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